赵丽颖粉丝后援会被官媒警告 肖战因二二金事件遭全网抵制 为何王一博每次都能全身而退 与其说是团队公关做的好 不如说是王一博的人设再自救 赵丽颖和肖战都是十分关注粉圈动向的人 他们深知 粉丝在带给自己流量的同时 也能替自己出头 有匪开拍之后 赵丽颖就发了一张图片暗讽剧组 看到郑主的不满后 很多粉丝就跑到有匪官媒下进行亲切问候 不独有偶 在很早之前就有网友发现 赵丽颖个人微博号 关注过一个为他撕插的战斗粉 这样的举动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也足以证明 赵丽颖其实很明白粉丝的作用 直到后来有匪播出之后 网传赵丽颖和王一博即将二搭 这时被宠怪的粉丝开始集体炮红王一博 很快能将粉丝展开了一场骂战 同时也引来了官媒的批评 赵丽颖被央视点名 粉丝团也遭禁言 只是粉丝制造的这场闹剧 对赵丽颖来说真的很不划算 而在粉丝闹剧中 肖战的下场比赵丽颖更惨 2018年的肖战 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那时候的肖战粉也只是一个小群体 他们为了让哥哥早日发光 坚持每天打榜散钻石 看到粉丝们已经累得精疲力竭 肖战很快就穿着浴袍 给粉丝送上了福利 看到这儿谁还会喊累 又撸起袖子继续干活 或许肖战的本意是安慰粉丝 但平正一点 谁也不能说他不关注粉丝 相比前两位 王一波对粉丝的态度一直都很高冷 看到粉丝拿的签名照 他直言自己根本就没见过 有次粉丝为他弄了个广告大评 王一波还吐槽 粉丝选的照片像猴子 所以无论是肖战的227事件 还是赵丽颖粉丝团被奸言 官方的态度都是 没有引导好自己的粉丝 在所有的事件中 王一波一直都像是局外人 他不引导粉丝攻击他人 也不会对粉丝行为置之不理 所以才没有受到牵连 这是王一波最气氛的一次 2020年 王一波参加了一场摩托车比赛 在中午的排位赛中 王一波总排名第三 成绩相当不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总决赛中 拿个第二的成绩是没问题的 但是天不碎人怨 在比赛到达最后一圈时 对方选手超车失败 直接绊倒了身后的王一波 两人双双倒地 一波翻滚数圈后才起身 好在人并无大碍 随后王一波先做了一个无奈的说事 又立刻长看车框 试图重摆赛场 然而尝试极变后 赛车依然不能重新启动 为了不影响其他人比赛 他只能赶紧离开载道 此时的一波只能靠踢沙子 缓解内心的愤怒 比赛结束后 一波怒气冲冲地找对方理论 粉丝也试图为偶像讨回公道 但一波去发文回应粉丝 要求他们不能帮自己骂人 有些事情需要他自己解决 最后还特意提醒大家说 丢了体育精神就不对了 似乎是在内涵将他绊倒的选手 一波之所以会这样说 是因为将他绊倒的选手 在摔倒后 迅速爬起来继续比赛 甚至在比赛结束后 他竟然在和队友握手庆祝 后来有网友扒出 对方车队看到王一波被绊倒的反应 不是感到意外 而是兴高采烈的欢呼 甚至开心到拍手叫好 赛场上出现意外可以理解 但在别人摔倒后欢呼 就是人品问题了 甚至有网友直指对方车队 实想太难看 装都不装一下 连影证都发文表示 你们在欢呼什么 尽管比赛结果不尽人意 好在一波人美事 相信未来他一定能拿到 属于自己的冠军 谁能想到如今大火的王一波 在泰国演出时 竟被泼红油漆 当时王一波以组合的进士出道 为了帮助他们开拓海外市场 公司在泰国 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 谁也没想到 这场见面会 竟成了一波五年的阴影 原来当天 一波和几位队友正在台上排练 突然有一位不明男子冲到台上 把红色油漆破到了他们身上 几位成员无一幸免 当时彩排立即中断 这位男子也被警方带走 事后一波为了安慰粉丝说 自己并没有吓到 虽然见面会照常举行 一波还在不停的安慰粉丝 但不难看出 被泼油漆的那一刻 他明显慌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其他队员也是一脸梦 还傻傻的以为是在加特效 当时他在17岁 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 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但他选择自己面对 后来一波转战内地 遇到了限寒令 好在得到了汪汉的帮助 加入了天天兄弟团 可红油漆事件 一直都是他心里的阴影 直到后来组合成立五周年时 有记者问他 出的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 一波再次回顾了 被泼红漆事件 如今的他一直都很怕黑 想必与这次事件 也有一定的关联 不过还是希望 一波可以永远保持 自己的积极和阳光 不要被那些阴影所侵扰 为大家带来 更好的精彩的作品